我们首先第一个是接收电 电的话要注意这个平台上面的三百八还是二百二 三百八的二百二的电源不会接触 在启动的时候首先第一个我们打开这个总电源 注意一定要打个总电源电的那样 再启动按启动键按这一个 启动键 按了这一刻之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一个刻度 大家看一下这个刻度 这个刻度是根据我们的面团的重量 这上面有刻度显示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样这里有刻度显示 可以作为一个我们的面团的一个重量的一个参考 再把这个调到一定的位置之后 再把下面这一个用手把它锁起 简单固定不动 我们现在来已经启动了 我们现在来试一下这个鸡 下面粉 面粉的话这个盘我们新可能的先打油 把个进口的展开 舒展 舒板开来 新可能的把它展平一点 展平一点之后 我们再把它放进去 好 固定 这个固定一定要固定到位 放到位 放到位之后 我们再把这个杆 压的杆打下来 又稍微用点力 用点力压一下 行 再把它适当的松一点点 松一点点一定记住 松一点点 再把这个杆打开 把刀架放上来 刀架再往上面压 这个刀架就往下面走 这个已经松了 好 一定要稍微往下面走 打了之后 再下压一点 再松一点点力 再把这个操纵杆 打一下 松掉 再把这个复原 这个挥原了 挥原了之后 我们的东西可以取出了 基本上操作就是这样